今天要说的这个老赖 欠了别人的钱不还 到了法院强制执行阶段 执行法官去上门腾房时 还说执行法官态度不好 事情还要回到2018年 王先生和孙女试试两口子 当时以家里急用钱为由 向一家贷款公司借款22万 当时就是他家里急用钱 然后给我们公司申请的就贷款 然后之后的话就还了一部分 之后就没有偿还 19年之后就没有 当时承诺两年之内就会还完 但是没想到还了一年 只还了三万本金和三万的利息 其余的款项并没有按约定来还 后面王先生和贷款公司 达成了一个还款协议 规定每个月还一千块钱 可是这一千块钱也还不上 他跟我一直跟我联系的是 他儿子跟我联系的 态度反正一直也不是特别 就是能接受借款 还款这些事情 一直是以家庭困难为主 然后就是每个月还一千块钱 然后这一千块钱还了吗 没有 也没有 所以在2020年贷款公司将王先生孙女士告上了法院 法院做出了判决 要王先生在十日以内偿还贷款公司十八万本金 从2019年开始计算利息 年利率百分之二十四 跟他协商的时候就是 他还有别的签款 然后别的法院也来执行过他 他说三十多平执行不了 意思我们可能也弄不了 然后他当时承诺是每个月还一千块钱 然后我们这块是接受不了 法院判决下来以后 这王先生夫妇还是没履行欠款 所以贷款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从2020年判决下当 这本金加利息都三十多万了 2018年借款的时候 王先生和孙女士 用自己名下一套三十平房子做抵押 所以贷款公司向法院申请 对这套房产进行查封拍卖 在七月份的时候 执行法官就去张贴腾房公告 但是直到现在 这王先生一家不仅不还钱 而且也不腾腿房子 今天执行法官决定 不再给他们机会 今天要去强制腾房 有人吗 有人吗 你要法院呢 你去法院呢 他去法院的 在联会 王府城 他今天是来托这个房子的 你还欠了点这个钱 来 替我托个公众 我帮我托个办法 给你租房子 收拾收入物品吧 那今天啊 对 保佑给你贴腾房公告了 还有几天呢 把七月份就给你贴了 都十月份 过三月了 你自己还不懂得搬离 执行法官到了这处房产时 是孙女士一个宰家 毕竟腾房公告已经贴了这么久 这王先生一家还不搬离 法官今天上门 就是要孙女士腾空房子 当孙女士说 他不知道往哪里搬 你把自己的物品收拾一下 那一天你就救我办 你要上哪办呢 给你租房子 嗯 等明天不行吗 孩子才做 他来了肯定是不可能等你了 给你贴腾房公告 就是给你时间 也不知道 他那贴的贴的 给你十天时间 现在咱是十月份来的 你告诉我 他给你 不干嘛呢 什么玩意没有啊 因为也能给你点时间吧 孙女士说 希望执行法官再给一点时间 现在这个时间孩子都去上班了 他一个老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执行法官上门的时候 看到孙女士还是没有腾房的意思 所以贷款公司 直接叫来了搬家公司 准备搬离家中的物品 你派两个车过来吧 一个车我感觉 还弄两个车 还有三个车 一个车干嘛 这弄什么车 都半头 家里一两个人 一人没有 老头也死了 你得还办 还哪办呢 还来个车 你得飞机多好 给你租房子 你得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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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还没有了 对呀 这两年多 还不到三年 现在这房地 一个人住 还要跟你孩子一起住 对呀 孩子也没有房子 都挤在一块 四头架呀 那你不跟你协商 就累着 他能解决问题吗 是不是 我们从晚都得累 你自己不去出面 去跟你协商 解决这个问题 你得等着熬着 等一天 凑一天 试一天 你始终不可能 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吧 那我们来了 你说给你时间 我们能给你时间吗 这么长时间 不去主动协商 等我们来 给你协商 从孙女士口中可以得知 王先生在三年前已经离世了 现在这座房子 住着孙女士和儿子 儿媳还有孙子 看到执行法官 今天上门强制汤房 孙女士也是赶快联系了 儿子和儿媳 你跟那个那个什么呗呀 应该那法院这边来人 叫你搬家呀 他一不接电话 你怎么弄你说 来怎么卸银呢 来怎么卸银呢 要来撤 就是说给住房了 等下午不行吗 带款公司方面书 当初这笔借款 实际上是孙女士儿子借的 但是尚用父母的名义 然后用父母的房子做了底样 不管是谁用的钱 今天都必须还这个钱 孙女士还是希望执行法官 再给他一点时间 等孩子回来之后再商量 今天是还款还是在腾房 但执行法官不可能一直等下去 知道 看到这孙女士也是上了年纪的人 执行法官也提了一个建议 先把房子封着 等下午孙女士儿子回来时 在商议接下来该怎么办 毕竟执行法官还有其他事要做 最后孙女士儿媳打了电话过来 孙女士不同意法官提议先把房子封着 而是让法官继续等待她儿子和儿媳 毕竟她也做不了主 现在孙女再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就是把房子疼了 之后法院进行拍卖 要么就是现在还款 除此之外也没有第三个选择 小慧啊 啊 你一定要放门啊 你等不了下午 我说等下午吧 我们会去 没有时间等你 好不好 好好上来吧 哎呀 我们已经把很好商量给你 通知你若干次 对呀 别胡说 就我一天到晚 这个好友是谁呀 方叔叔是我呗 咱们不能跟别人商量 就跟你商量吧 就商量你家里也没有人啊 没有人来帮你搬 来这么多人帮你搬 这就会去会去吧 哎呀那会去会 等孩子来家里吧 不能等了 你们孩子不回来 我们怎么办呢 回来肯定是回来的 这时候孙女士儿媳 想跟执行法官聊租房的事 她想知道房子租在哪里 孙女士儿媳也希望 今天不用腾房 希望与贷款公司那边达成和解 毕竟执行法官是来强制腾房的 也不是从中给双方来协商的 协商问题还需要 一个孙女士和贷款公司 我怎么在收回呀 没妈 啊 你你把那个电话给给你 那先先先先 他现在先帮你 我他也不是被决定人 我去看他啥呀 是不是 来只给你看 你家孩子他不是我的被决定人 你说我跟他看啥呀 是我打饭水上只有我 你要说我们能听见 你能说 行啊你先和他们说 是你这么说我们也能听见 你能跟他说啥 听了呢 你说 你这叫你数呀 啊那个先生 因为这个我我这个确实是不知道 但是现在你说家里一个老人在家里 他什么也不懂 他也特别害怕 然后那个 但是我们要现在搬的话 我们现在没有地方去 家里还有孩子 没想到这事 孙女士儿媳说执行法官态度不好 这引起了执行法官心里不舒服 你是会帮我们找房子吗 对 我们会帮你找房子的 嗯 我知道 你不是 你找房子现在是已经找好了吗 对 找人家公司能直接把我们就是 搬到那个帮我们找好的房子里面吗 对对 找好的房子在哪 附近 这才附近的 那是附近的 附近那是哪儿啊 那就不能不能 你搬进去就知道了 我还得告诉你具体地址 然后多大面积啊 几十几星 这个都不是原先上 您说话以态度 也不要那么强硬了 我都没有意乎 我没有意乎给你对话 你应该知道是人 咱来找老虎城做联会的 咱也不跟你 犯独床对话的事 对不对 他要我没有你了 有啊 我这里没有你啊 您说的这个附近是哪儿的啊 是在我们家附近吗 那这个 那这个 我说在你家附近 我上哪去 我还能给你搬到水 去呢 那个 那这个 那个给你找房子 那还给那个 叫房租钱啊 给你垫付啊 这房钱最后有你出去 反正最后都放在你身上 嗯 我们 我们要现在想办法 那个 最后孙女婶儿细说 她会尽快赶回家 孙女师也开始收拾 前房间东西 看你儿媳妇啊 她说我们态度不好 我们哪个态度不好呢 电话就说我们态度不好 那搬事能这么办吗 她说的不好 那我们也是彪呼呼呗 那是 你看 咱们正常会就来搬家来了 搬家咱们有时间杀了 你还能当啥业呢 咱们有时间杀了 但是前提是搬完家以后 再商量可以 啊 而不是说 商量完再搬家 因为你主动 应该早就找我们去商量去 可以 今天我们的任务 就来搬房子了 那希望你配合我们工作 不配合就我们强制执行 所以说希望你能配合 你要是认为能配合 能有和解 这个身杀任赛人 有没有想法跟你和解 搬房子再说 行不行 那态度好点吧 咋还好好的跟你说 说态度不好 我们都没有义务跟他说话 他说我们态度不好 我们咋的 他态度不好 行 先生 你不要得揪着 说态度不好的问题 咱们正在这商量事情 商量事情没有你这么商量的 还强制 强硬你商量 那这要商量吗 这时候邻居也赶了过来 执行法官也注意到 孙女世家不到三十平 虽然房子不到 但是东西到处都是 要收拾完这么多东西 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你别收拾垃圾 你这收拾能用的 那垃圾你收拾在干什么 我都坐一块了 你把你衣服带一东西 那个垃圾搭你不用清 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你挂电话到哪 挂电话挂不上去 他那种族前的接触电话 你说下老鼻 这时候执行法官提出一个提议 希望孙女士交腾房保证金 今天就可以不用腾房 发现这种情况 能不能做一个措施 是你交纳一定的保证金 这个保证金是什么 什么意思 让你开始住 暂时今天不断你搬家了 但是你配合法院的一切后续工作 包括你想去和解一下 包括你想找申请人 做那个分期付款 申请人同意 咱都可以帮助你做工作 你要等同意 今天也不用搬家了 写个承诺 交纳一定的保证金 一会儿我们再商量 具体交多钱 这时候孙女士儿媳赶了回来 直接找到执行法官 希望执行法官今天不要腾房 她想和贷款公司协商还款的事 所以法官也对孙女士说 今天可以暂时不搬 但是必须交两万的腾房保证金 保证了后面积极配合法院执行工作 我想跟你讲 就是要是我们搬走的话 如果是写上 是当事人和那个原告写上 是吗 对 你也不欠我钱 对不对 就是我想知道一下 就是如果 那个等到发派的时候 这个世界是多久 什么发派 发派派 三四个月了 三四个月 那就是那个 这期间你们都可以写上 就是那给我们做房子的 这个费用是怎么算的 申请了电付 申请了电付 是指原告吗 原告电付 在这世界是多久 最高半年 最高半年 不必说是电付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最后数换算了在这里 你连没笔支出 最后数换夹到里面 你直接在这儿住着 但是呢 前提是你们要交一部分保证金 如果说打法院 如果说开卖出去的 然后你必须搬出去 如果说没有和法院工作的话 那保证金就做法卡 你明白我意思吗 明白 这个我想知道 如果这个保证金 我们如果和原告协商还款的话 这个保证金还退吗 既然这保证金肯定是要退给你们的 什么是保证金 保证金 交到法院 反正如果说你都能配合好 这个钱都不退给你 是指配合是指 我们按时还款吗 你如果说你们协商能还款 当然是最好 第二是咱继续拍面这个房产 咱可能后续签出的评估啥的 甚至说 MELSO是你没有同房吗 对不对 这期间如果都配合 这个钱全部还给你 孙女士儿媳妇同意交藤房保证金 但是孙女士提出 只交一万行不行 那个如果这交保证金是多少 两万块钱吗 两万块 行不知道了 那个那我们要是想 就是按这个方案走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不办 可以不办 但是这个两万块钱 它今天就交吗 对啊 我 你肯定是今天在交啊 你今天不交 我没打个今天事情来交代呀 是不是 我手里没有能够 我得借 这个借的时间 我总能 总得给我 对对我现在就得借 两万呢 两万块钱 这这一万行不行 胆贴地就是这样 有有有 而且这钱都是 最后如果没多 我告诉你们 只要你们配合 我们一定配合 这也是我们的原因 两万块钱 那个我还得借 你借吧 这个钱又是不给你们的 我跟我爸借 一万行不行 这钱不是给我的 我知道那个意思 没事 我得跟我爸借 我首先就一万行不行 我 没事 没事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孙女士儿媳妻一直在打电话 不疑惠终于把钱筹到了 我今天工作也没法 我都想吐 等一下 行行 说这些没用 咱想办法 解决嘛 对不对 解决才是王道的 怎么解决 咱现在不在习上吗 等我打这些一万块钱 然后那个都稍等一会 我爸还得转给我 你稍等个半个小时可以吗 行 半个小时可以等 不好意思啊 那你就写个程度呗 行 程度是不是 你可以后来 好像一切的评估拍卖行为 如果说有一项无依法的话 这个钱咱就做一个 你是说我们违反什么行为 就不配合在法院工作 孙女士儿媳妇也写下了保证书 听到这边有吵闹声 孙女士邻居又赶了过来 指责执行法官不应 立即腾空孙女士房子 但他们却不知道 这腾腾公告已经提前几个月张贴 已经给了孙女士足够的时间 最后孙女士拿了一万现金 剩下一万通过转账到法院账户 执行法官今天暂时没有腾空这套房产 而后续的情况是 孙女士还是没有能力偿还30万欠款 这套房子是被法院给拍卖了 继续的机会